石渠阁相较天路阁而言 规模较大 是西汉最大的国家图书保管中心 石渠阁不仅是汉文化的见证者 更是将中国古人的建筑智慧 体现得淋漓尽致 中国传统建筑 多以土木作为主要材料 而很少用石头 但是石渠阁却没有用木料 而是全部用石料建造的 那么为什么传统建筑 多用土木作主材 为什么石渠阁要以石料建造呢 顾名思义石渠阁 石指的是它的材料 这一点咱们看非常有意思 就是中国古代的建筑 基本是土木结构 这个和西方很不一样 表现出两大文明的差别 咱们看万神殿 古罗马的竞技场凯旋门 保存到了今天 因为它是实质建筑 而中国呢 中国往往保存不了这么久 因为中国基本上是土木结构 那么中国也不缺乏石料 中国的石料加工水平也相当之高 那问题是为什么中国没以石制材料为主 其实这一点啊 梁启超先生的公子 就是著名的建筑大师梁思成先生 他有一个说法 他是这么讲的 梁先生他是这么讲的 他说之所以中国没有把石头当作主要的建筑材料 是因为中国人不追求建筑长存的观念 各位这就很有意思了 您看咱们生活之中 许多身边的现象都要接人气 这是我用的 我用完了用几年 用坏了用碎了也就扔掉了 其实建筑也如此 周一里头将生生之位义 也就是说表现出源源不竭的生命力 他不着力于长久之观念 也就是说不希望这个建筑万代永存 所以咱们看 这个中国文化里头 往往活人住的 那么死人例外啊 活人住的公室 院幼 往往这一些东西都是木制结构 土制结构 可是就这个石渠格是个特殊 用石 为什么用石呢 道理也非常的明确 它放的是点册文献 咱们今天也有常识 图书馆最怕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怕的就是失火 怕的就是虫肚 而这个石头 往往不容易着火 而这个石头 它的温度又比较低 那么这样的话 发生虫肚的几率会大大降低 再说这个渠 这个渠又非常明确 那肯定就是在石渠格底下 有各种各样的水渠 石渠格周围也被渠所包围 也就是说一旦发生火灾 人们能够轻而易举的用水来灭火 其实像这种建筑模式啊 影响到了后代 比如说咱们都熟知的 浙江宁波著名的藏书楼天一阁 它也是这个意思 天一阁 天一生水啊 这是中国文化里头一个重要的名题 它从名字来说就是水 而不仅如此 整个天一阁 除了门窗之外 剩下都用砖瓦 把木结构给包了起来 着火的可能性甚低 石渠格就是汉朝 放文献档案的重要所在 汉朝呢 在刘邦静观之时 萧和就曾经取丞相府 玉石府之中的图书档册 应当说档案居多吧 可能也有一定的点击 但是数量不会太多 这样的话 萧和就给刘邦出了一个好主意 使得刘邦在后来的战争之中 居于不败之地 因为他了解了天下的 风土人情山川行变 而这堆东西 等汉家定顶以后 刘邦建立了汉王朝 放在哪里呢 肯定天路阁石渠格 天路阁 咱们看放书可能性大一些 而这个石渠格 更可能的是放大量的档案 当然也不绝对 天路阁石渠格 就成为像司马迁 这样大学者利用的 重要的文献资源 这里头啊 咱们看汉初 刘邦建立的政权 其实特别需要点击文献 因为汉家天子 有政权建设的需求 刘邦这个人啊 一度由于文化素养不高 他非常讨厌 儒生在自己面前 称说世术 你这个不是说皇帝的短板吗 皇帝也不懂 一度差点跟陆谷吵起来 后来被陆谷所说服 说你马上得天下 还能以马上治天下呀 你这个东西就应当掩误新闻 刘邦不易 但是有蚕色 脸上表现出惭愧的样态 咱们看这都需要政治智慧 而政治智慧从哪来 和文献有着密切的联系 于是汉朝政府长时段的 征书的行为就开始了 咱们看啊 文献记载 刘邦时期没有大规模的文化建设 为什么呢 其实刘邦忙于战端 刘邦忙不过来 另外刘邦那时候也没钱 而且刘邦军臣文化水平不高 到了汉惠帝刘盈 也就是刘邦的儿子 刘邦和吕后所生的汉惠帝 执政时期 这个时候就废掉了写书率 写书率一废 就意味着学术文化点策的传播 是非常方便的 咱们要知道啊 秦王朝采取了夜蛮粗暴的文化政策 焚书坑儒 这个焚书啊 焚了很多书 尤其是儒家经典受当其冲 因为儒家主张分封 而秦始皇主张郡献 两者格格不入 但是咱们要知道 就是秦始皇在焚书的过程之中 烧的是哪个的书 烧的是什么书 烧的基本是民间的书 今天看博士官是有书的 而秦博士官他的规模也应当不小 但是秦始皇对博士官什么态度 备缘服用 也就是说你们存在就存在吧 我也不听你们的 秦始皇很专断 到了秦楚之交 这个时候项羽一把大火 很可能对博士官的文献 造成了巨大的毁灭 于是一堆文献就不存在了 这成为永远的谜 还有一堆文献散落民间 于是这个汉朝到了公元前一百九十一年 汉惠帝刘盈 他废掉邪书率 就是鼓励民间藏书 政府也在不断地收书 这是一个把民间的书籍 收到官方的漫长的过程 是这么样的一个文化行为 这个行为是必须的